陳志榜 王貓貓上台鞠躬 2011年2月 有四個年輕人因為一個創業的夢想 他們組成了一個網路 一個網站 這叫好險網 因為我們都是技術宅 我們有資訊技術 我們覺得錢也很重要 大家都是活著一口飯 為了一口飯要賺錢 我們不太懂理財 剛好有些朋友懂理財 我們就想說有沒有辦法把技術跟那樣子的概念 然後融合起來 然後去做些什麼 所以我們就打算做一個startup 我們想要推廣一些服務 那精實創業 沒錢沒錢 沒資源 我們這些技術宅就是商腦機 因為沒有錢 所以你要什麼IT資源 你要頻寬 你要很好的效能 你想要server啊 那金主老闆都會跟你說 沒錢沒錢 所以no way 那可是沒錢啊 老闆說prototype還是要做出來 那還好 我們有廣大的免費資源 還有自由軟體資源 我們可以使用 那所以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team 就是主要組成的成員 我們擅長的是python 然後我們比較喜歡dejango 那GAE上面 就是一開始只支援java嘛 那後來python也支援 就很開心 那就直接把dejango搬上去 然後就想說那GAE還有免費的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只要prototype 所以免費用了再說 對 所以就想說很開心啊 就是決定好了 那就找齊了夥伴 朝偉大的航道 前進 欸 死了 對 因為 因為GAE太害羞了 他不太想讓jango上 他毛病有一些 有很多毛病 主要是因為我們個人不是很喜歡那個 就是為了 為了GAE改掉那個python的code 就是 我不想要用google的那些object 去處理model的問題 然後第二是 就是我不想用google的那個user management system 然後第三就是說 我如果有舊的一些我已經寫好的code 我不想把它轉成google的模式 I don't want 對 那些一點都not fashion 對 所以就是我們就很認真 然後就是 對 技術宅嘛 就是遇到問題就是認真的study 本來是要唱歌 可是我感冒了 所以就算了 對 然後就是大家就很努力地去study case 那後來我們終於就是找到了 就是網路上也是有人 然後問相關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很認真去做實驗 對 然後就一直try啊 然後try到最後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發現django non-real跟django的app engine 好像可以幫我們解決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講故事 對 我們要講一個框架與平台合作物件的故事 沒錯 django non-real基本上是獨立於官方django以外的東西 雖然它以後 它自己想要就是說 那個官方的django之後可以把它merge回去這樣子 然後它加入了no-sql database的資源 能來支援它的django的ORM 然後django non-real表示 整個場面我hold住 對好 所以就是我們就決定用這個東西 然後下去就是研究它這樣子 OK 那django non-real的運作原理是這樣子的 developer 這邊應該都有知道django吧 知道django舉手 有在用django舉手 好 OK 基本上developer對model操作 比如說他改了update一些資訊 然後這時候我們會按點save 雖然說google說要按點put 但是我不是很喜歡put 就按點save 然後這時候呢 django到這邊為止都是django的東西 django它會有ORM這個層 把它轉成sql的語法 那sql語法這邊那個django就斷掉了 可是django non-real的原理就是說 他把這個sql成 他在用django db indexer這邊把它轉成no sql db call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說 你django只是架在那個 就是django non-real上面這樣 那為什麼要選這個東西呢 因為第一 我不是只要綁在一家那個 no sql的那個上面 我想要換換家 如果說我對他不是很開心的話 我如果去一家早餐店 我不是很喜歡 我想要換另一家早餐店這樣子 然後第二是說 我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是 對那個performance真的很不喜歡 我想要把那個程式 整個程式PO回 就是sql的db上面 那這東西也是可以做到的 用django non-real 然後第三就是 我不想手動處理那個 denormalization的問題 再來 我不用手動改寫這些query 就是join啊 select related這些東西 但是django non-real也不是全部支援 簡單的他會支援 最後最重要的東西 我不會被鎖在GAE上面 我雖然很愛GAE 很愛他免費的支援 但是問題是 如果他說要把我鎖住的話 我就是 就是 但是 Kimochi就有點不是那麼開心 對不對 好 那django non-real 目前支援有幾個 幾個那個 no-sql database 那第一個就是GAE 但是他必須要跟django Ape Engine混搭 第二個部分就是 mangoDB 跟mango backend混搭 第三個就是 elastic church 這個東西還在開發中 這兩個都還在開發中 還有tacendra 那更多訊息可以到這邊去 再來 我們他 他如果說要在 呃 要用GAE的話 基本上要跟 django app engine混搭 那什麼是django app engine呢 他就是這個 他內藏在 呃 他是一個 也算是一個dependency 然後跟django的 跟GAE的後端整合 他整合他的db跟email 但是他一定要跟django 呃 nonreal一起用 我們來試試看 就是從如果 如果我要從頭開始新增一個專案的話 有多難 很簡單 他有一個樣板專案 下載以後 把你的所有的.pi 跟.yml 複製到你的根目 呃 你自己要的專案的根目錄上面去 接著 把他自 那個 下載頁面上面的dependency 全部照著這樣子的mapping 放好 放在你project下面 這樣就結束了 看起來是這樣 OK 那如果我自己有一些dependency呢 很簡單 去找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dependency的source code 然後整個包起來 整個整個包進去就好了 但是 GAE有一個很討厭的問題 他不會希望你放超過3000個檔案 那這時候怎麼辦 很簡單 你把它zip起來 放在 跟目錄底下的那個 zip package下面就可以了 但是 你不要把那個 就是 在 install app下面的dependency zip下 因為這樣的話他會讀不到 OK 我們 就是用這個指令 直接在那個 呃 自己的機器上試試看 然後用這個指令去deploy 都非常簡單 這樣子只有大概是五個步驟而已 我們來demo一下 OK 現在 等一下 有點太快了 這邊可以download那個django 他這個這邊的那個 URL我都會附上去這樣子 然後你就download全部 這邊有六個 一個 其中一個是樣板的那個template 很簡單 然後download完以後 其實 你只要把自己的那個專案做起來就可以了 欸 我create了一個專案的名字 叫做project 然後我把 這些dependency 都copy進去 copy的那個方式跟最後的情況都是跟我剛剛寫的一樣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我們都會把這個 slide放到網路上 jango這個比較大 因為他是把整個jango 從 就從重要的部分重新自己寫了一部分 這邊 他需要改一下名字 讓那個 namespace是對的 ok 接下來就是你把整個 呃 這邊都是要跟 我們 剛剛存好的跟我們剛剛 Display出來的那個情況是一樣的 就把這個架構設好以後 把你的整個template project的那個 檔案扣進去 ok 那這時候就開始可以自己去implement你自己要的東西 比如說我要create一個新的app 然後我就用jango的方式 create一個新的app 他是一個guessbook的那個系統 我從網路上 download一個比較簡單的 那個 範例出來 就是這個範例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很簡單就是把它貼上去 然後把template 放在template的地方 就這樣 結束了 但是你要去 去modify那個setting.py跟那個url.py 讓 位置 直對 那如果你已經習慣jango的話 基本上這個東西對你來講應該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事情 加兩行進去 然後再加上這個上去 把那個url設對 就可以了 ok 然後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直接跑跑看 所有程式的範例都是基本上是跟jango一模一樣 我不需要用那個google的方式去寫jango的code 直接去訪問這個網站 然後馬上就有他的功能上去 就跟你寫純jango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不需要去用google的方式寫 對 OK OK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deploy到ga1上面去試試看 好 create一個ga1的那個 一個app 然後 記得這邊下面這邊這邊要用 它可以支援high replication 不過它後面要加一個 那個 一個設定 但是我這次不用high replication 就是用比較舊版的master and slave 然後接下來把那個ym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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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講到備份的部分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startup 你當然希望可以擁有自己的資料 那如果你要備份的話很簡單 你就直接用google的那個block loader 但是如果你覺得我喜歡不一樣的東西 你也可以試試看gaybar gaybar 對 gaybar 對 那個 這個名字聽起來真的蠻屌的 OK 限制是 千萬不要用join 它可以支援 有限度的支援 但是如果你自己寫程式的話 盡量 推薦不要使用join這個東西 因為老實說對我來講join很不知覺 然後也沒有普通database的那個many to many 也沒有aggregation那些function 可能自己去把它刻掉 不過你刻一次以後之後 放在哪一個平台上面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 那也沒有transactions 可是如果你一定要有transactions 你可以用je的run in transaction這個方式 去得到transactions 可是這個部分如果你要移出來的話 就可能要用之後換成jango就可以了 那就是也沒有query set select related 這個jango的東西這樣子 OK 問題來了 如果我想要把我 就之前寫出來的jango code 放上去怎麼辦 很簡單 你只要改一下 把它包進去以後 改一下settingpy跟 跟那個url的py 就結束了 OK我們來demo一下 當然啦 因為neverlifedemo 所以還是錄影的 我們這邊是要把Social Outs 這邊基本上對 我們把Social Outs PO上去 基本上Social Outs 是一個 我們先不用管這邊 這邊就是把之前那個template擺好了而已 Social Outs 是一個open source的那個login system 就是jango上面有的那個 就支援了 那它可以讓Facebook Windows的 還有Google 還有什麼 Twitter 這些這些這些 用那個 讓我們使用者用這些 platform的帳號去login 我們不需要用到 比如說自己刻一個東西出來 或者是自己有自己的那個login system 所以我們想要用它們 那這邊只是把自己的那個 把第一個部分的那個template擺好而已 就只是擺好而已 那接下來把我們的那個dependency zip起來放到那個 下面去 放到 zip package下面去 接下來就是migrate那個social Outs 這個你之前寫出來的東西 那你自己寫出來的8folder 直接把它copy進去那個folder裡面 當然要把那個template擺好位置 然後如果有一些static的那個data的話 也是要把它擺對位置 接下來migrate那個social Outs本身 然後我們只要改一下 setting.py url.py 還有yml.py 那個app.yml 這部分都只是比如說六行這樣的情況而已 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把路徑改一下 就是把路徑改一下 然後 然後 那個app.yml 這邊 主要是讓 你的jango 你的那個ge 可以變成一個CDN 它有一個static的CDN的declaration 這樣子 這跟 如果你用過ge 的話應該都知道 OK 我們來試試看 跑一下 就直接把你舊的code放上去 那完全都可以login 沒有問題 不用不用用google的方式去寫 那如果要deploy上GA1的話也是這樣 改一下 就是直接deploy上去就可以 deploy上去以後就跟一樣 你可以完全完全直接用jango的code 不用去改成GA1的方式就可以上去了 對 基本上對 比如說對startup你要做 你要做很小型的系統 或你要很快的上線的話 會非常好用 所以 不管你要 開上 騎上 做上 還是怎麼上 反正 只要用這個方式你就 只要比如說尖尖貼貼 你就很容易就可以 上GA1 但是還有一些東西要注意 就是如果你有 你之前那個app 有那個join的語法的話 就可能要麻煩 有時候會支援 簡單的會支援 但是如果是比較複雜的話 它就不會支援 所以你可能需要改寫一下 那如果你有旧的app 你應該會想把資料放上 放到GA1上面去 可是這是一個異常痛苦的經驗 我試過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我們用jango terminal跟multithread 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都非常不穩 所以 如果真的要上的話 還是建議用 Google的方式 用Google J1的map reduce的方式 跟CVS上傳 把CVS直接塞進 那個資料庫裡面去 可是這樣子還是很討厭 因為單一檔案的上傳限制是1枚 如果你的資料庫剛剛好有1G的話 那你要上傳1024次檔案 我想應該沒有人類會想要坐在前面 去做這件事情 當然你可以自動化 只是這個東西就覺得很討厭 比較是GA1的問題這樣子 好 那GA1還有什麼問題咧 好 聽說時間快到了 所以我講快點 就是俗話說得好 免費的東西總是最怪 那尤其是免費的資源 那對startup來說 就是流量跟頻寬很重要 對 那一個不小心就會發生悲劇啊 對 然後像去年啊 就是我們Costcap的報名 然後不小心它就慢出來了 對 那所以那個 我們就是 就是因為我是負責前段的部分 那就想說那能省折省嘛 對 那就想說那不管怎樣都先 就是測看看 那後來我們就決定啊 就是把靜態檔案通通切出來 就是用CDN那種概念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靜態檔案 就是圖片啊 CSS什麼 就是通通都切切切 然後通通都拿出去 拿去Google Code 對 然後就直接把那個UIL 然後就是再放進檔案裡面這樣 就不要直接放在GE上 可是我很擔心啊 說那如果我把靜態檔案放出去了 那我就是那個Performance會變低 還是從GE上面跟大家一起出來比較快呢 還是我把它切出來比較快呢 對 然後所以我就 我們就很簡單的做一些實驗 那所以我們拿了Yahoo 然後拿了PeaceNet 然後拿了Murmur 對 然後我們都去做實驗 然後就是在 就是做有Catch跟沒有Catch的情況下 那我們會發現就是 這樣子做起來平均啊 都是Google Code 大概有Catch的時候 都是Google Code的 就是會比較快 對 然後就是 因為我這邊其實比較不重要 所以我就趕快轉過去 對 那我們還 我們還用了就是JQuery 然後就是Google 就是Google API上面也有JQuery嘛 然後我們又自己把JQuery放到GE 然後放到Google Code 那還是Google Code比較快 對 但是在沒有Catch的時候 其實就都差不多了這樣 好 然後最後兩個是我們自己包的 其實一開始就是包了一個檔案 然後就是包了一個Deep 然後丟到GE上 結果發現連丟都丟不上去 因為GE還有檔案大小限制 對 它的檔案大小限制是 10485760 對 然後就是 所以那個就測不到 所以又包小一點 那其實還是一樣 就是Google Code比較快 那從這個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Google Code那邊 就是網路比較快 然後就是它的 就是平方可能比較大 然後我們就是 這樣直接用的話 也比較快這樣子 對 那Bonus Session 地方因為沒有時間講了 那其實我們就是 這邊大概是講到Catch的部分 然後檔案上傳下載的部分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等一下找我們問這樣子 對 還有Task 對 這個還沒有好 他們還在開發中 對 那所以只能先用Google 這個方法來取代 就是Task和Cue這樣 這個PIN過去你好像有講過 對 好 所以 到底要不要考慮用GAE呢 基本上 前面東西都可以考慮 要不要用GAE 可是這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一定要用GAE 因為Task還沒好 如果你有 比如說有些Task你要做的話 你沒有辦法用這個 這個Framework 然後它Transaction也沒有好 所以基本上還是用Google的Transaction 這樣子 好 那結論 什麼時候用 什麼時候用呢 你如果有一些 比如說你有一些 Open Source的那個Library 你真的很想上 那真的要用 就可以直接用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Framework 然後如果有 舊的Django App的話 也可以直接就PO上去這樣子 然後結論請記住 不要 盡量不要寫Join 或其他相 這類的相關語法這樣子 最適合的部分 就Django Non-Rail 跟Django App Engine 最適合Polar Typing 如果你是一個 比如說一個Startup 一個小型的專案 或者是一個Homework 你就直接用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有一個 up and running的那個application 在上面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 機器的問題 然後也不用擔心 比如說哪一個instance在做什麼 這些Google 已經全部幫你處理完了 所以說不定你會很喜歡 GAE上面的感覺 對 好 然後我們參考資料這邊 那slide都會交給大會這樣 那我們就是我們這個team 有我們的就是技術部落格 那當然如果你對保險理財什麼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主站去看 對 然後感謝我們所有技術團隊 有的前一個禮拜 去國軍Online 所以聽不到 對 那感謝每一個人 然後也要感謝台下聆聽的你 陳志寶 王貓貓 下台鞠躬 還有時間QA嗎 還有時間QA嗎 謝謝 雖然說沒有穿T恤 你還是QA 給你 對不起我沒有T恤 有沒有問題 請 請 我想問一下是說 你們之前好像就是 先寫完Jungle專案之後 然後才去做 就是移到GAE上面的動作 那你們在移上去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 就是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什麼 就是幾乎是沒辦法解決問題 因為它有sendbox模式 然後它有些東西幫你鎖住了 所以基本上應該還有一些 就是完整派上專案移上去 但是卻沒辦法解決問題 有 呃 第一個部分我真的需要講一下就是 那個資料庫的部分 就是 如果你自己有資料庫的話 真的 如果不大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大的真的是要 你要想一下 那這是我們剛剛已經cover到 沒有cover到的是有些 呃 有些app 有些寫完的那個library 是移不上去的 比如說像soft 那個這個database migration的這些東西 然後有很多 比如說我想用 那叫什麼 osqa 一個有點像stay overflow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東西 那個那個 讚 有點像stay overflow的東西 但是它就上不去 那後來我就只好把它就是 就是 downgrade downgrade到 osqa的很很前面的版本 叫做 ccorg corg 這些東西 這個 就是對岸 很厲害的工程師寫的corg 然後它才可以上去 可是我還是必須要去把那個 那個就是join的問題解決 不然的話是完全沒有辦法上 請問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我想一下 有點有點不太 不太知道有沒有被回答到 OK 沒有因為有可能是我們 嘗試的深度還沒有那麼夠 但是如果 如果你有一些覺得說有一些 東西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非常歡迎你提出來 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希望可以學習 親手上路 對 請問還有問題嗎 請問有沒有人在做小專 欸請 那我想請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你們上傳的資料 encoding 是不是 是不是只能限制是UTF-8的 你們有傳過非UTF-8的 編碼的資料嗎 那第二個就是說 原本jango的那個data schema 的那個工具 就是那個source 它一定要仰賣那個東西 才能對ORM做編輯 那在jango non-real上面有沒有 對應的工具 或是有類似的solution 嘿 謝謝 第一個問題是說有沒有裝過UTF-8以外的encoding 完全沒有 我們就 一開始就打算 follow那個standard 因為怕會造成一些額外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說你說 比如說jango下面有那個 它有一個tool可以做一些事情 是不是 不好意思 那個我不是很熟 就是你們有沒有在 GAE的程式開發過程中 變換過data的schema database的schema 對 因為jango原本 你ORM這個layer要 變dataschema的時候 不是很直覺啦 對所以我想請問你們有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其實我們就只是在model那邊改一改 然後就 因為我們沒有 就是還在po上去的過程中 就遇到資料量太多的問題 然後就卡在那邊 然後我還覺得說 如果是這邊部分的話 我們可能切到別的平台去做 那 你剛剛講的說 如果說只要把那個schema變動的問題 我們只是 真的只是改那個 改那個model 然後直接用syncDB把它整個洗掉 然後把之前的資料洗掉 因為我們都在嘗試中 然後這一次出來是想說試試看這樣 可以再佔用一個問題嗎 你們有用到auto increase的欄位嗎 還沒 喔沒有好謝謝 對對對謝謝 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或者是不好意思直接講的話 那我們再掌聲謝謝這兩位 雙聲帶演出 謝謝